HELLO 又来到我们学习的时候了 对上一集我们是讲关于Allowance table的设定 那么这一集我们会讲的另一个是叫做Deduction table的设定 那么和我往常一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还没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account的话 那么麻烦你在下面有一个subscribe你按一按它 那个subscribe是给我一个支持和鼓励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订铃你把它按了它 当我有新的视频上传的时候 它就会懂得你 好不好 谢谢大家 OK那么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话题了 OK来我们首先我们去Housekeeping Setup Table Maintenance OK 现在我们接下来讲的是Deduction table 其实Deduction table和Allowance table是一模一样 只是Allowance是加 Deduction是减 就是说你要减弃员工的任何一种那些费用 这样些情况 你可以用Deduction 有什么东西呢 来我们进去看 看Table OK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是跟Allowance一模一样的 OK没有什么特别 也是打名字也要Dick什么东西 OK这个Description你可以放咯 OK你可以放你要扣什么的东西 比如说可能就是公司提供数字 我们就扣它的钱 OK Hostel OK或者是Advanced 工人要跟老板借钱 那么我们直接储量的时候 就可以扣除它的那个借的钱 它的Advanced 那么一般这些扣钱是 但是我们是没有算EDF Soxo ERA 这些是没有的 就是直接就是Pay而已 Pay就是说除掉它 好吧 OK 当然还有很多 你可以在这边减弃一些的费用 就是说要扣取的 我们说要扣取在那个薪金那边 所以我就打它的名字进去 这个只是一个refer而已 就是方便我们在算工资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它打进去 OK这个Advanced 可能功能借了我200等等 Hostel 可能每个月 那个舒适费等等 这样子啦 OK 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按Next OK 这个其实也是跟那个 Alliance 一模一样 大家还记得到 也是有F OK 有什么 但是一般我们是用Fix 或是Non-Fix OK 我们就是一般是用F而已 OK 我们没有动它 名字这边 最主要也是这个Formula OK 最主要是这个Formula OK 这个Formula来讲 也是可以看到清楚吗 Formula will not work if BED equals zero OK 对上一集那个Allowance是AW equals zero 所以意思是一样 只是说这个换去DED OK 如果你们不记得 或者还没有看对上一集 那麻烦 待会看完这集的时候 你们看上一集 我有一个图片 讲解很清楚 就是给你们了解 升一层什么叫做 DED equals zero OK 来 我在这边就是一个带过来 介绍给大家 DED zero的意思就是讲 如果我这个放BED 那么它就会每一个月 OK 待着下 比如说hostel 它是住宿舍的 OK 我每个月扣取它一个200块 所以只要我打DED 然后我就每一个月 它就会扣取200块 AdWords来讲是不定的吗 因为它不一定是有或是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不要放它 如果不放它来讲 那么它就不会每个月有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放它去V Valible 因为它不是FIX的 OK 我们可以放它去V 所以过后一模一样 做完了之后我们按OK 过后我们就按Cancel出来了 OK 这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Deduction Table 当然我刚才给的那两个 只是一个Sample 就是所谓的hostel 还有AdWords 其实任何可以扣除在薪金 OK 在工资里面的 你们都可以用这一个Table 总之这个是减 这个就是加 就是说提供员工加的钱 这个是提供减器员工的钱 就是Deduction OK Deduction就是减的意思 好不好 所以你有想到什么减的 你要用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的课题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因为之前在Alliance Table 有讲过了 那么我们在下一集见 好不好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